請教一下周維航老師 你也在大學任教 我看到你事實上 第一時間在網路上 一般的觀眾朋友 可以抓到這兩本論文的時候 你就開了一場 這個論文的直播 好來給觀眾朋友看 那個蔡英文說 有眼睛看過兩本論文的人 都會相信您之間是無辜的 本節目還沒有把兩本全部看完 但是先把它印出來 兩本確實厚厚的 確實結構跟數據是類似的 那如何描述數據 這中間當然曾經被不同的人比對過 然後兩本的封面 當然大家看得出來 主題不一樣 但是你第一時間的直播 用專業學術的標準 來審視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某種程度 算是破綻百出 對 沒錯 已經是到所謂慘不能賭 當蔡英文在昨天再次喊出 只要看過兩本論文的人 巴拉巴拉 最後都會選擇相信林志堅 我這個時候我真的非常想要反問 因為我看過這兩本論文 我很想反問蔡英文 你本人到底有沒有看過 因為從他的語言脈絡中 好像他也沒說他自己看過 而是說有看過的人都會選擇相信嘛 誰呢 他們會講梁文傑看過 然後就推給別人了 好 這個論文的確 陳如寧官姐剛剛講 我曾經帶著開直播 帶著觀眾 兩相比對 把它排列出來 直接一行一行的 對 相似的部分之外 那時候有一個預設 我們假設林志堅是 這個就余政皇是抄林志堅好了 假設是這樣子 那麼林志堅的論文本身有沒有問題呢 答案是破綻百出 就像這次台大說 他的災要抄了 人家十行他抄了七行 剛好前七行 這個還沒有把問題講完 太大客氣啦 他意思說你們很像而已啦 我必須要講 他的林志堅的摘要沒有結論 也就是說他這個論文是沒有結論 為什麼沒有結論 你把結論抄過來兩個 不就完全一樣了嗎 所以他跳過余政皇的結論沒抄 當時我們就覺得怎麼會那麼奇怪 一路往下讀 他底下還有非常多 應該要有出處的地方 沒有出處 這就符合抄襲的定義了 好像到了更後面 甚至在一開始方法論的論述的時候 就亂七八糟 這個部分甚至連林志堅的律師都沒有看出來 他們開啟者會要把它剪成第三章放出來 給大家看好像我們很厲害 哇我們找到余政皇的一個問題 你自己論述裡面 蔡仁堅許民財還有林志堅 ABC應該這樣排吧 你結果在裡面出現兩個C 這個問題 當事人自己沒發現 口試委員還有指導教授都沒有發現 這個論文在考完沒有修改的狀況下就出去了 犯了這麼出階的錯誤 這個論文當然是大有問題的 好我們看過之後有了這個想法 那大家可以來討論嘛 學術問題本來就是討論嘛 可是呢他們只說 你看過兩本你就一定會相信 然後就想要把這個議題收掉 因為他賭的就是 一定大家沒有空看 要注意我們看了一個小時只看了九夜啊 所以你關姐看不完那是很正常 看論文那麼久 容易又不是看小說 你要認真的洋洋去對 一個小時看九夜看到九夜我們都精神崩潰 應該實在太爛了 好 但是現在呢台大他這些老師也非常厲害 我必須要講一個點 其實這個點比較少人講到 台大他是把一大堆的爛問題 挑出一些精華 去把他推出一個結論 就是說太爛了抄襲 所以我們要取消學問 那你如果要反駁你要去組點嘛 可是我必須要講 台大的這些審定委員 所挑出來的這些點在我們學術上 他是非常漂亮的論證 也就是說他叫健全論證 一般觀眾不懂這什麼東西 沒關係 我就直接跟你講結論 他的意思是 只要這個是健全論證 他結論不可能圍剿 什麼叫結論不可能圍剿 今天是蘇翁達講 他是真的 換什麼蘇打綠講 蘇打餅 提拉米蘇來講 他都是真的 不管誰講同樣東西都是真的 這就是理智堅他們現在面對最大的困境就是 一般有學術訓練的人都知道 哇你這死定了 對 你就只有一個選擇 認錯下去 當然你也可以認錯 我繼續選 交給選民審判 這也是一種選法 就是學李梅珍 那前提是認錯啊 但是這個認錯的部分在哪裡 他似乎還是堅持 我沒有錯 我還是原創 我還是非常好 請大家看的兩本就會相信我非常好 這個就是問題之關鍵所在 你如果抄了抄了就是大家人生總是會有一些困境嘛 過不去的坎 有時候會用比較方便的方式繞過去 你就承認就好了 就類似如果你闖紅燈 你就說哎呀我剛剛一時鬼迷心跳反了紅燈 你態度要好 所以一次以後不要再犯了啦 警察抓到說我輸了對不起我賭輸了 承認錯誤這點很重要 可是這個動作現在看不到 對看不到 這個動作從一個多月前到今天為止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現在要大家認的是承認正確台大喔 是這一個政治追殺 台大其實已經到了抹黑 因為到他之前邏輯嘛 你攻擊他論文的這個叫蔡英文定他叫抹黑 而且跟大家問你是 蔡英文是總統再怎麼樣 也是教育部的葛一層的上司嘛 那現在教育部該怎麼反應 是不是蔡英文沒講一句話 都是在對教育部施壓 台大已經過了這個坎了 台大現在把東西送出去啊 你家的事呢 你們教育部自己去解決 不只台大啊 台大就算他的倫理的審議委員會過的坎 其他每個碩博士聲都可以檢視這個論文啊 各位觀眾朋友有興趣的請你自己上網喔 直接下載 現在很多地方可以下載 你自己開心怎麼玩 怎麼比對就怎麼比對 但是他變成一個具體存在的論文啊 那這個具體存在的論文 首先第一波衝擊的就是剛剛講的一百多萬張喔 有相關類似直接經驗的選票 對 啊偏偏這些選票 主要集中在50歲以下 而且我在講不禮貌的話 這批選票主要還真的都在北台灣比較多 對 我不能說 集中在新竹以北比較多 對 我不能說台灣南台灣喔 這個相對教育程度有影響 其實不是 可是他就是一個結構的存在 對他是一個結構 特別是在台北市特別的多 對 所以也許臨時尖不倒 倒的是陳時中 對有可能 然後再來 很多人要養一個 我們現場這個台大博士生的同學 很多阿公阿嬤 怎麼把他刺大 小子叫他認真抵制 她老婆去學校 см作業要認真勝 科技要認真 bil 這個就是所謂整體教育價值 他原本 verschiedenen из真 clothes 真是擺在第一 現在第二個真的動搖 大家都想那所有東西都是假的嗎 所以其實像我的朋友幾乎 也都是大學老師 他們不敢站出來講話 也就是說那以後到底要怎麼教學生 學生如果說這樣可以過 人家皆無 Gabby 怎麼這樣可以過 你要一天到處 你叼我這個 為什麼人家會寫一個什麼 請自監自我發揮一下 為什麼我寫一個自我發揮 為什麼別的老師的考卷不是說 來請證號自我發揮 為什麼證號拿不到論文 證號自我發揮 發揮完可不可以拿到一個 交到博士生論文 是 為什麼 對這個就是所謂價值 你必須要 政治人物其實就應該矛盯 不然社會上由誰來矛盯這個價值 當然百姓也可以用選票 來做矛盯 那你覺得選票會有多大影響 我認為現在國民黨還沒辦法 真正拿到這一塊 這一塊是散出去的 他可能會拒投 投票率可能會降到六成 甚至更低 因為他大家都覺得都是一樣爛 所以接下來怎麼詮釋 周圍韓我打個岔 你剛剛講的價值就是說 某些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 他可能看到夏立妍這樣帶團去中國 他也是國民黨投不下去 但是他看到蔡英文這樣護航 林志堅抄襲 他也是投不下去 他最後投票日就吃喝玩樂 郊遊運動游泳有益身心 你也可以追劇 你也可以打手遊 反正你高興幹嘛就幹嘛 對 然後投票率最後就大家各自車拼鐵票 對就是拼鐵票就拼動員力 好來 那我們再來算更艱深的數學 不用回歸分析算 用經驗值來算 蔡英文2020拿到817萬張選票 我們從817萬結構來分析 你認為會衝擊多少 到目前為止大概我們現在算一些最新出來的民調 不是公開的就是包括兩黨的內部的滾動 其實現在民進黨能夠Hold住了大概剩500萬票左右 你很兇耶 你砍從817砍到五字頭 對因為他牽液到他這一波提出來的人 其實有些在地方實力並沒有那麼堅強 他都是最後面才緊急調度一個人出來選 或者是原本像宜蘭啊 原本一度還贏了 但最近又輸了5%左右 包括基隆原本也是贏的 後來現在也輸5% 3到5%左右 就是都出現某個跌勢 那大家一定會想到這到底是怎麼跑掉的 特別是這些屬於比較北邊的邊垂地區 今天都還有消息說基隆比較不受影響 但實際是有影響的 他這個地方不用多 我掉一趴那出人命了 因為掉一趴是也許跑到那邊 就算你這邊關鍵一趴不出來投 你49比51 那就也是出人命 所以現在這一些地方諸侯他之所以擠 他其實也沒辦法去 我們當然昨天有聽到有人摔椅子 但是未經證實 就是他們在討論過程有氣到推椅子在那邊摔 但是目前還沒有人出來開第一槍 所以現在就是 這一些真正在地方選 在承擔的人他們該怎麼求生 議員我講白點 已經去抱賴清德的大腿 所有都是信賴台灣 現在我們在掃街看到都是 滿街都是信賴台灣 但是麻煩的是首長 首長大概是沒有辦法 好你剛剛從817萬就估到五字頭 一傷就是300萬 但是不出門投票跟不爽投票的人 他的經驗值是這樣 他不會投首長 他也不會專程去投議員 不會 所以呢首先第一個是 首長的選票可能會重創 是 第二個是北台灣他的提名的議員 可能嘛 揣蛋 對 搞不好運氣不好 你的某些票不出來投 你就變成落選投了 對很有可能 不過這也要看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也有抄題 就是兩大黨現在都不知道要搞什麼 民進黨有自己的一個零次肩 國民黨有自己提到60% 70% 所以各有各的問題 但是呢 其實還有一個賴香菱啊 你們都忘了賴香菱 不爽的還有賴香菱可以投啊 不一定 我認為賴香菱沒有那麼大力量 去拉300萬 他不可能拉到那麼多 我自己猜測判斷 不爽而不投的總數目 可能會非常可觀 對會非常可觀 然後相對下可能就會變成一個 投票率相對超低的一個選戰 投票率超低其實一般來講是看國民黨動員力 可是國民黨今天有特別窮 所以下一例現在人在對面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一次的就是狀況 我們現在評估就是投票率應該會下到非常低 百姓會對這一次的選舉非常厭惡 那最後比的是什麼 基層動員人出來的實力 這個就要看雙方各自的這個地方上 實際派系的刁兵 那我你北台灣有那麼好動員嗎 台北市很多住宅 像我住的房子管委會都叫不動其他人 對北台灣他的結構性是比較困難 但是他不從新入縣以南 你傳統的組織還是有一定的實力在 所以他們還是有動員出來的能力 好那周維航我們在國安沙盤推演 民進黨如果現在一路這樣硬幹到底 你剛剛的猜測就是很有可能一差來回 搞不好就是300萬起票 那民進黨如果比方說換肩 或者是林志堅自動退選 那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政治代價 林志堅自動退選的話 至少就是大家眼中一個掛在心上的 討厭東西先沒有了 這個討厭東西沒有之後 民進黨可以去講新的故事出來 他也許可以把重點搬到陳松身上 或者是去省述林家庸 我不知道林家庸可以搞什麼 反正就是現在一個爆住大家大腿 拼命往下拉的 你不能說水鬼啦 但是好像在抓交替的 這一個終於解決掉的話 民進黨他才可能去打他原本設定戰術 比如說打夏利安啦 現在下一年人被綁在中國 要在那邊關十天 你反而都沒辦法 只要你之前下個禮拜中華大學出來 如果又是一個不好的結果 這個事情還會再燒一個禮拜 印象不斷洗不斷洗下去 我認為民進黨再慢出手 可能最後即時把他換掉 你的腿都已經回不了